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 阿修罗 这个六道里头 除了地域里面没有 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 天上有阿修罗 人间有阿修罗 鬼道有阿修罗 畜生道有阿修罗 所以佛在经上也常常讲五去轮回 讲五道不说六道 讲五道就不说修罗 修罗在哪一道就归哪一道 不单独说了 如果讲六道了 这个修罗是单单只听阿修罗 人阿修罗那在人道 这个是六道修罗的一个说法 阿修罗 给诸位说 色界天没有阿修罗 无色界天的当然更没有了 阿修罗只在越界 而且跟诸位说 只有在越界套利天 夜魔以上的没有阿修罗 阿修罗是怎么样生天的 修福 在前世 在人间 修大佛报 所以他人间这个佛报 没有地方想到天上就想不去了 为什么称为夏修罗呢 修罗是凡语 意思是五端正 阿翻作五 修罗翻作端正 也就是说 他的相貌丑陋 没有天人的相貌那么端正 但是他的佛报很大 那么这些佛报 怎么修的呢 不识 六波罗密里面 前面六种都是 前面五种都是修福 不识 持戒 忍辱 金金禅定 都是修福 那么修福变成阿修罗呢 就是这个五种修福里头 他执着重了不识 他疏忽了持戒 更不能忍辱 佛报大了 佛态大了 因为不能持戒 不能忍辱 脾气很大 共高我们 好胜心强 修福总是修在第一个 人家出一万块钱 不出两万块 一定不能压倒 这样的人啊 他将来就变成阿修罗了 好胜 所以 想天福的时候 他那个好胜 傲慢的习气 还是不断 在天上 也常常搞斗争 也常常跟这个 这个这个 上帝打仗啊 搞得逃离天主啊 也身心不安啊 他在闹死啊 那么这个是阿修罗 要懂得怎样变成了阿修罗 但是主要知道 阿修罗的佛报 想尽了 那都很苦 为什么呢 他造业造的土 你一般人 没有那么大的佛报 你造业造的少啊 你想造众业 你没法自造啊 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杀人也常命 他是个过往 杀多少人 他也不要常命 他佛报大嘛 所以佛报大了 修复也容易 造业也容易 这个道理 事实真相 我们要明白 也要明白 如果我能够 多计划 要